哈喽 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这番棋是今天6月17号 进行的烂科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决赛三番棋的决胜局 这盘棋由黑方 孤子豪 对战白方 深圳旭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相信看这盘棋之前 大家还沉浸在昨天 孤子豪 屠龙 深圳旭的那一把 昨天那盘棋真的是 让人看得非常的振奋 那我们来看最终的决胜局 终于要分出一个胜负了 开局又是一间高夹 其实之前我们也讲过 在这个大赛上面 经常能看到夹击的变化 但是好像主动夹的这一方 最后的结局都不太理想 所以说看到这一手心头一紧 白棋跳 黑棋飞 上边逼住 黑棋夹击 白棋再跳 黑棋跟着跳 左上角碰 这里挡下去之后 二路扳虎 这也是定射 黑棋打 黑棋打 白棋斑 黑棋除了这个长啊 最正常的一个变化之外呢 还可以断 这样白棋打 吃压过来 黑棋可以直接靠下去吃子 那这个棋的话 白棋挖没什么用 黑棋只要不打就行 打的话被打死了 可以尝一个 尝一个白棋上边这里沾 黑棋就断打 这样这个白棋脚上还是要被吃 正常来讲的话 白棋会搬一个黑棋沾上 这样把脚一弃 然后拖先 像这种配置的话 白棋可以往右边这里压出来 直估 再对黑棋上边这三颗子 造成一些威胁 实战的黑棋长 还是最为正常的下法 白棋压过来 上边也没什么空啊 以后收关子的话 这个提 后续还有这个二路夹的搜刮 所以说一般走这个比较多 实战黑棋挂脚 白棋往右上去点 这个棋 深圳续肯定又是有研究了 不然的话 这个棋很难想到 黑棋先来一个飞压 这个是先守权力 再挂脚 其实走到这儿 黑棋的策略都是没有错的 就上边先不管 让白棋去动手 白棋如果说上边压的话呢 那黑棋底下双飞燕 先走一个定势 这边大概率是黑棋的先手 然后至于上边怎么处理 再说 比如说跳出 再慢慢下 实战 古子豪还是选择这个 实战 深圳续 守了一个脚 古子豪还是忍不住 从上面冲出来 那这个就有点落入白棋的圈套了 他既然点在这儿 肯定是对这儿有很深的研究的 白棋压出来 黑棋长 然后再扳 黑棋断 既然你点在这儿的话 就不可能弃子了 不然的话 这个也自相矛盾 你要是打了沾 被黑棋这样一拐 你还得这样顶住去不断 那黑棋上边 这个小堡垒打出来了 右边的空再围一围 拆个边之类的 白棋大龙还不糊 所以说这里白棋一定是 打持 粘出来 黑棋下来呢 虽然说这个实战的拐头 也是AI的一个选点 但从后续的一系列进程来看 倒不如走这手打 这手打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首先白棋不可能跑 跑的话黑棋打完之后沾 这个白棋冲不出来啊 冲的话扳头 白棋外边要补 上边要被打死 这肯定不行 那他只有冲这个 冲的话黑棋就成啊 反正他多压四路 多压一个呢 黑棋就便宜一点 至于后边白棋怎么出头 就不是黑棋要关心的事情了 他要是成 黑棋可以这里拼一个 小肩把这颗子给吃住 赶扳就直接断 这样白棋作战不利 成的话就飞一个 三四线为空都可以啊 白棋这根棍子 你随便他跑 白棋如果说跳一个这样出头 那黑棋就冲 拐住就提 再拐出来 黑棋上面压一手 断吃这颗子 拐出来再尝 白棋小肩 那就黑棋跟着跑就行了 反正呢 这个只要白棋为了出头 把后 把黑棋右边全部送成空的话 那黑棋 欣然接受 所以说这个棋 反正打一个肯定是没错的 实战 黑棋这手拐 被白棋 沾上 这个就有点自断归路了 那这个棋 联络被切断 你在上边跳 虽然说都是 目前来讲AI的选点 但总感觉 黑棋有点凶险 首先呢 这个棋 如果说白棋尖顶 黑棋就不太好活了 大致是要选择弃子的 把脚一围 他外边压 黑棋封锁 白棋在右挖 把这边吃掉 黑棋就拖先 比如说围右边去 上边这个棋的话呢 黑棋打白棋 沾 沾肯定不行 沾的话 被白棋来一个二路打拔 你坐眼的话 他这一打一次 这个对杀 黑棋气不够 不过呢 黑棋以后有这个二路虎 他要打的话呢 你就可以开截 所以说里边是没有死透的 也就是说 黑棋气这一块 不是很心疼 并且通过这个棋子 得到了什么便宜呢 右上的脚围住了 外边这里 把白棋给封死了 并且还是黑棋的先手 这个时候 比如说往右下 拖完之后搬 再抢一个脚 那这几个地方的收益 还是挺大的 上边也没死透 所以说白棋并没有着急 去杀黑棋 走这个尖顶 而是选择跳出 先破坏黑棋封锁 以及右边唯控的意图 那黑棋骑进 小尖逃跑 接下来呢 这个深圳区也是 进行了一番小长考 这里白棋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这一点啊 就是如果说你双一个 那黑棋是可以这样贴住 命令式的 要求白棋把这两个吃掉 那黑棋就完成了一波 华丽的棋子 再往上一打 白棋提 虽然说提了一个硅甲出来 但黑棋只要往右边拆个边 这个硅甲的话 发挥的作用也会比较有限 黑棋上面活了 右边的空围住了 那这样黑棋 不存在不满意 那白棋如果说想阻止黑棋 这样去贴住棋子的话呢 可以先挤 挤一个之后再双 稍微改变一下次举 这样黑棋就弃不掉了 斑的话白棋冲 黑棋也封不住 这样就是双方大龙继续跑 但是黑棋的负担更重 因为你上边还不活 中间也得出头 右边的空还要防止白棋去掏 所以说这手挤 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实战白棋更秀啊 挤到这儿 那我们来看这手棋 到底有什么用啊 反正看上去 挺有视觉冲击的 黑棋打一个 白棋长 下一手的话 这个棋如果说 黑棋冲 那白棋断打完之后 是可以粘出来的 这个地方 黑棋暂时封不住 那黑棋怎么办呢 可以打持中间 长一个 他压过来的话 黑棋再长 这样白棋上边 这四颗棋筋得跑 冲回去 然后黑棋可以粘 补这个段啊 白棋如果跑中间 那黑棋比如说 来一个这个跳架 就把白棋大龙给封进去 白棋如果说跑右边 小尖出头的话 黑棋就把中间给夹死 虽然说这个也是AI推荐的一个图 但总感觉这个图 黑棋很难满意 因为白棋右边出头之后啊 很明显马上再跳一个 你这个边控 全部都没有了 被白棋 两手棋全部打消 除此之外呢 白棋如果说 闲黑棋的这个边控 已经比较扁了 不想破了 那就尖顶去杀黑棋上边 这样总感觉 黑棋中间吃的这四颗子 很难跟上边这里的价值相媲美 所以说 感觉AI的变化图 黑棋都不能满意的话呢 黑棋确实很难下了 实战的黑棋沾上 白棋冲出来 这个棋 你要是直接把白棋冲断 白棋断打 拐头 吼一个 脚上还有这种三路拖 黑棋即使外边封住的话 这个里面的对杀 也不是非常有利啊 因为你这样长一个冲断 白棋扳 你断 首先白棋有这种虎 更狠的 还有这种点 瞄着这边冲回去 这边对杀 黑棋也不太有利 实战 黑棋走的是上边这手跳 这个是想先把中间这里出头 白棋呢 反刺一手 这个地方只能说 深圳旭下的是特别的好 无可挑剔 这个点啊 恰到好处 黑棋下来又是一波长考 首先你如果说沾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 沾的话白棋双一个 这个眼位已经被白棋破的差不多了 然后黑棋外边这里冲断 把白棋封住的话 白棋就棒沾一手 这个对杀呢 黑棋不会有好的结果 就算你这个脚上飞下来 白棋挡住你贴住里边 也就是一个双活 但是被白棋外边 这两颗子先一尝啊 黑棋是防不住的 你要是跑中间的话呢 白棋不说把你挣掉 最起码这个加吃加滚包 这个组合的套餐 就让黑棋受不了了 空没了 你补右边呢 那你也只能这样拐住啊 那白棋比如说中间 把黑棋给封进去 你只要外边一被吃 那上面的双活就是个假双活 其实说这个地方 黑棋已经不太好下了 那如果说黑棋就把中间打死 那白棋脚上可以这个靠三三 断一个 这个都是手筋 像你这种利亚已经不成利了 这边要被吃通了 你只有打 打的话白棋反打 再双虎 这个里边只要白棋做出来一只眼 不说活起了 做出来一只眼这么多口攻气 也是一个眼杀 白棋甚至于以后连收器吃都不用 那这一整条边被白棋围住的话 黑棋损失太大 你就算右边全部围成 这个也不会好 所以说实战 黑棋选择的是冲 冲就是不想让白棋霜到这一下 把眼给破了 但是也面临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地方多了一手冲 我们先来看看接下来白棋有什么样的选择啊 首先这个拐打 白棋先把大龙跑出 这个是不可取的 因为走着的话呢 被黑棋往上边一顶 白棋这四颗旗筋就死掉了 再冲的话黑棋断 打的话长 随便你怎么冲怎么打 这个地方白棋都出不来 这个白棋不行 那如果说白棋这个时候往上冲的话呢 也不是很好啊 黑棋首先有这个挖 挖你断打黑棋这样连回去是个先手 白棋四颗子还是不能被吃 你得连回 那黑棋往上一沾 你这两颗断进来的子就白送死了 这样白棋挡住黑棋打 边上已经火了 你外边在后手补 黑棋再拆个边 这样的黑棋满意 所以说这个棋白棋不可能补外边 也不可能冲上面去破眼 实战连回正招 黑棋冲 白棋往上反冲一手 接下来顾子豪紧接着又是一波大场考 这个地方已经被深圳虚给整麻了 黑棋首先肯定是不想半途而废啊 这个对杀 还是想冲出来的 当你走这儿的话呢 被白棋这样一冲就难受了 你要挡住的话 马上一沾 这个地方你冲不断 气不够 那如果说黑棋冲 保证上边活棋的话呢 被白棋外边这一段 栽拐 那黑棋要崩溃 这地方白棋要注意 你不要直接冲脚 冲脚的话 被黑棋外边直接斟死 那黑棋的损失还并不大 上边活了 外边也走到了 白棋脚上还得再补 这个不要先冲 白棋一定是先拐 接下来黑棋无论走什么都 比较亏 比如说你这个挡住 右上挡在这儿的话 那白棋可以这样一打 再一跳加 这个黑棋就死掉了 因为你这样冲白棋挡 再冲挡住 踢掉后边一打 结果贵 这块棋死掉 那你只能转身 右上冲白棋 打一个再一打 把中间全部给踢掉 这个棋主要是白棋太厚了 后面会完全辐射到各个地方 让黑棋就很难下 黑棋连脚带边围的也就这么多 这个转换呢 还是黑棋亏 那黑棋说我补中间啊 双一个 你双在这儿的话呢 白棋右上冲下来 这个跟刚才白棋 没有先去中间拐的区别 就在于 现在黑棋 吃不掉白棋的起筋了 你尝的话 白棋就尝出来 只要白棋起筋不死 右上的空一套 还是白棋满意 那实战呢 这个黑棋 思前想后啊 也是做出了一个 非常无奈的决定 就是选择把上面起掉 沾中间 然后被白棋一手棋 吃死啊 这个地方确实损失惨重 接下来黑棋最有潜力的地方 也就是在右边了 所以说跳一个 一般来讲这个棋 不管是布局还是中盘 只要出现这个小飞手脚 对方往上跳 基本上这个下跳 也是必然的一手 白棋继续大牢特牢 黑棋尖窗 白棋贴住 黑棋再跳 这个时候AI的判断呢 还是要比人类稍微准确一些的 这个时候AI判断局势 对于白棋来讲非常不错 所以说即使是现在来高如飞 都可以接受 黑棋中间的空呢 他如果说围的小 那还不满意 以后像这个脚上 还有这种搜刮 站的话还有这种斑 围的大了呢 那白棋还要进来 这个是AI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先捞脚控捞边控 中间不着急 实战深圳叙事有点急 直接进来 当然也相应的降了一些胜率 你直接进来的话 以后这个挡住还是挺大的 被黑棋走到底下 还有发展的空间 当然了这个 顾子豪在这又是进行了一番 参考 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顾子豪还没有落子 那就看接下来 黑棋是不是要亮刀了 对白棋 中间这一串一定不能手软 你要是缩回去 唯控不够 要想办法杀齐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给大家 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各位 在上面的肉搏战 可以说深圳旭发挥的是 非常的出色 顾子豪在经过一番 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 最终还是无奈弃子 在右边构筑起大模样 深圳旭呢 在优势的情况下 也并没有打算手软 直接往中间掉一个 要求直接把黑棋的 这个空给破光 那这个时候 顾子豪也是迅速的 亮出了图刀 往这封锁 双方肯定要在 这个局部展开一番决战 白棋接下来往下跳 黑棋跟着封锁 白棋再靠出 像这种棋型 如果说你执意要杀棋的话 那外班是不予考虑的 因为被白棋往这一尝 刚好凑白棋一个 跳方的形状 就算黑棋先顶住 白棋往这一挡 刺一个的话 沾上 不要看白棋 好像走成一个 俄罗斯方块了 但是这个形状 是非常滑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黑棋中间的气景 你底下再去 搜根 白棋一段 打完之后 黑棋贴住 白棋可以扳头 先把这两颗子给保住 黑棋小尖 联络 白棋实在不行 走投无路的时候 还有这一手先手作眼 这一次你肯定得沾啊 有了这只眼 兜底的话 那白棋中间随便走一走 就可以做出来第二只眼了 比如说这里飞刺啊 黑棋要是 虎一个 白棋这里打吃啊 随便走一走 这个肯定能活 所以说这里的形状 黑棋肯定要搬进来 这条棋 顾子豪也是秒下 那接下来 不管白棋是断也好 挡住也好 黑棋肯定是 有断就下 比如说白棋往这挡 黑棋断 粘上 白棋再粘的时候 黑棋长一个 先把你搞断再说 能不能撑得了 那就完全看天翼了 这个地方 你不这样用强 肯定不行 右边白棋只要坐眼 黑棋就拆回去 底下要是靠断的话 黑棋就直接补断 用最为强硬的方法 把这里的几块棋 全部给撑住 反正你要收气 他就 长气就行 这个也是一锤子买卖 实战白棋往上断 黑棋打吃之后 冲一个 这个地方也是有 深谋远虑的 如果说你沾白棋以后沾 沾跟冲相比的话 肯定是这个对于白棋的眼位 杀伤力更大 但是同样自己也多了一些断点 白棋往上飞 这个是一个出头的要点 黑棋这个时候要注意 不要去顶了 顶的话反而凑白棋连回 上面这几颗残子 也刚好拍上用场了 黑棋由于气井 无法冲断 那你只有跳出 白棋打完之后 右边走一走 这个地方 黑棋就算断的话 白棋也是直接打吃 弃子 这样白棋 残子全部联络的情况下 再往外一跳 白棋轻而出逃 而且右边黑棋的空 就算你再补一招 也只能围在四路了 还要遭到白棋这里 关子的搜刮 所以说这种棋不要顶 不要贴着白棋走 只站往这压一个 然后喉出来是正招 这个时候 盛政绪选择点次 行棋的方向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你在中间 想直接摆出来两只眼 就算让你连下两步 也不一定 先从右边寻找突破口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腾罗斯路 下一手棋 黑棋选择粘上 这手棋稍差一些 AI的一选 是让黑棋先奔一个 再双 这个棋跟黑棋单粘 是有本质上区别的 你奔一个再双 白棋至少 这一手点刺 是刺不到的 因为黑棋底下 这里已经不好断了 那就可以马上去 冲断白棋 这样下的话 白棋这手刺 走不到大至交转身了 他会往右边这里贴住 黑棋就从中间 拦腰斩断 白棋右边做活 双方形成 这个转换 白棋掏掉边控 黑棋吃掉中间 这样其实白棋 也算比较实惠 并且是甩掉了一个包袱 实战 黑棋单粘的话 被白棋这里打吃完之后 他还要粘 这个粘也是为了后续底下的斑断 做准备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黑棋也只能补断了 你如果说断白棋中间 这个是一点都不严厉 因为白棋拐出来之后 你底下还是得补啊 你不补的话 就被白棋给打穿掉了 粘上的话 这里打 你再补一个的话 白棋这里打吃 尝一个 黑棋打吃中间 拐头白棋都可以送给你 这个地方 虽然说加吃加吃不掉 黑棋这里可以冲 打吃有个双打 但白棋可以弃子 他底下冲断就行了 黑棋右边也扛不住 底下也扛不住 你要底下补的话 白棋右边粘 拐头的话 白棋最简单的 斑满周连斑就行了 你要是这样去断吃 那白棋就把你四颗子一抓 连回去 你要是吃在外边的话 先不说白棋有这种 这个二路拖的收器 黑棋对杀器就已经不够了 除此之外 白棋向中间这种挖 马上就要把黑棋给挖崩溃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黑棋先断不掉 先把自己补墙粘上 白棋点磁 然后在这个地方 可以说顾子豪进行了 本局的第一个大场考 之前都是算是一个小场考 这个是大场考 半天不落子 那这个棋 黑棋在顾虑些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棋中是不是有炸 首先像这个两边的冲 都是俗手 现在看左边的冲 冲这个白棋挡住 黑棋要是断的话 那白棋就无脑打吃 压过来 把两颗残子一气 中间的眼 做出来之后 直接活棋 这个是黑棋 最不能去考虑的 还有就是黑棋 右边这里的冲 右边冲 断上去 但是这样下呢 就帮助白棋 这样打吃 补断 你拐头的话 他这个沾 又是一个先手 补断 但黑棋中间 尝出去之后 白棋左边 沾先手 你不走的话 一个跳架 拐出来的话 白棋底下 这一般黑棋 也不太能扛得住 这里拐下来 白棋冲 你断的话 白棋就算连续 这样拐出 长气 再把黑棋 这个双板凳 咔嚓一段 这个黑棋 也够呛了 右边得补 底下也得补 被一搬就死 所以说 这样黑棋要崩溃 也就是讲 你这个吃残子不行 下段在这 帮助白棋 补齐也不行 因为黑棋 要提防底下的 这个板 这个板太严厉了 所以说 这个地方 黑棋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靠在这 这个是一个局部手机 这样白棋 左边粘先手 他粘上 黑棋就冲 白棋中间 因为有断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说白棋 想通过 这一类夹的骗招 希望黑棋 冲进去 再去先手 不断 扳断下来的话 那黑棋 不要上当就行 他要是夹 黑棋就不往里冲 就粘上 只要白棋 中间有个段 他扳下来 就不厉害 因为黑棋 可以这样 拐住之后再断 随便白棋 怎么走 长气 黑棋只要 把右边 这个断链一补 就行了 底下这五颗子 白棋不能加持 加持的话 黑棋往中间一断 他打吃 那黑棋再一长 粘上的话 这直接灌门吃 他要是补中间 黑棋这里冲一个破眼 再把底下这一串 给跳回 那这样作战 其实黑棋是完全可占的 白棋首先中间不活 他补一手也不活 黑棋以后还可以 往这个二路飞 把三颗子给吃掉 这个边控 也是可以围住的 所以说 正下黑棋 稍微主动一些 这手扣 可以说黑棋 正下最好 实战 顾子豪考虑了 可能有这个十几二十分钟 最终落下了这一手挡住 这种棋也是让人非常的疑惑 当时看棋的这个棋友 纷纷打出了问号 但是还好 看一下胜率的话 刚才黑棋大概是 如果走对十几的胜率 这样挡下来也只降了 大概两三个点 完全在我们棋友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那这个棋走的话 黑棋底下是补强了 对于以后白棋右下角也有搜刮 但是呢 对于白棋外边大龙的压力骤减 白棋可以说是秒瞻 这一瞻之后 深圳旭心里面的一块石头 算是落下了 本来还担心这个地方被杀 接下来顾曹又下出了 连续的一个组合拳 就是靠脚 这个棋真的是 现在滴血的一手 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呢 白棋虎一个 可以确保脚上没棋 那黑棋到底在干什么呢 他就是希望白棋虎 黑棋这样扳 白棋反扳的时候 黑棋断 又上演一出苦肉计 这个苦肉计 做完之后 黑棋就可以放手去杀中间了 不管是从右边这里去掉白棋的眼位 还是说从中间这里彻底把白棋外边的出口给他堵死 至少白棋底下这个冲是不成立了 你再冲三颗子 黑棋一打 你只能沾了 这样黑棋可以联络 就堵白棋在里面能不能活 当然这个棋看上去好像不太乐观 白棋这个地方 如果说就这样放几颗子 黑棋能杀得掉吗 感觉好像杀棋的难度远远要大于做活的难度 所以说这个属于先头损控 然后再堵白棋大龙生死的一个做法 这时候碰 但是外面没想到 深圳旭在这个地方 也是想的太多 经过一番 长考之后 深圳旭落在了这里 顶住 这个顶呢 很明显了 就是你如果说在中间动手 白棋还是保留右下这个冲断的权力 就是始终是拽着黑棋 想让他束手束脚的 不敢去杀龙 但是 顾子豪冷冷的往这儿一双 那问题又来了 黑棋这个断最终还是补掉了 你这个白棋脚上到底补不补 你要是往中间这里做活的话呢 那黑棋脚上这里长一个之后再一猴 还是有棋 这一猴出来的话 这个棋白棋就 一定会出问题了 至少脚上一个打结结之类的 那你要是补脚的话呢 那你就完全承认刚才这手顶 不如刚才脚上的虎 黑棋又可以去中间杀棋了 所以说走到这儿 深圳旭也是心里面肯定泛起了一些低估啊 觉得刚才这手顶草帅了 所以说接下来又是一轮大场考 所以说像这种世界大赛不仅是对棋手心理上的一个考验啊 也是对众多棋迷在心理上的考验 有时候一步棋 像我们的棋手就可能会降几十点胜率 让我们看棋的这个棋迷直呼吃不消啊 那走到这儿呢 黑棋差不多有20的胜率了 可以说从这个右上的战斗一直到底下黑棋慢慢的找回来一些头绪 这一盘棋仍然有戏 主要是长考时间太长了 所以说我们就不继续等啊 他们下多少 我们就先讲多少 根据后续的进程 再给大家带来后面的这个解说 好 我们稍事再见 拜拜 好 各位奇友达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6月17号 进行的第一届烂科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决赛三番棋的决胜局 的最终 一个这个 结果 那上一节视频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 这个孤子豪从右上被迫弃子的一个绝境 一直这个撑到右下这里的战斗 等来了深圳旭的一个随手旗 这个局势已经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啊 黑棋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黑棋往这双一个 白棋最终 虎一个 这一手棋呢 真的是太委屈了 刚才本来是白棋虎在这 对吧 然后黑棋搬 白棋反搬 黑棋上演这个苦肉计两颗子被抓 然后才能再动手去杀白棋 还不一定杀得掉 现在等于说 你让这个黑棋双一个打吃在这 这个牧鼠也差不少啊 而且还让黑棋往中间动手 这个完全就是白棋自己打自己脸 那有的棋友可能会问这个脚上不补到底行不行呢 那还真不行 你要是走中间呢 黑棋往里藏一个在一喉 刚才我们讲这儿是有棋的 你要是挡下来的话呢 黑棋有这个贴下去 这个就已经够呛了 你要是拐住的话 黑棋就算这个虎在里面 其实你要搬他做节 也是完全可以的 或者说就来一个一路小间 各种出棋方法 后一个黑棋也不考虑这个虎脚了 就直接挡下来这样断 对吧 你要是普通这样去收棋呢 已经不够了 你要是打上来的话呢 黑棋就直接往这儿再来一个做节 已经形成一个打结了 这个节完全就是黑棋的一个无忧节 然后节才从哪里来 就从白棋中间这里的眼位开始破 白棋是扛不住被黑棋连走两手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还是忍气吞声 捕雷手 黑棋直接当头一点 从C手棋开始 无论是从胜率也好 这个局势的这个内容也好 还是说从这个心理上的这个优势也好 顾子豪都已经把这个头给搬过来了 深圳虚啊 这个气势上已经被打压下去了 这个一点厉害在哪呢 就让白棋里边的你的眼位更加的不明确了 你要是虎一个 那黑棋可以往这点 马上要冲断 沾上的话 黑棋跳一个 这里已经寻不到第二只眼了 最多就是以后靠一靠 搞出来一只眼不得了 那已经做不活的情况下 白棋再来一个愚情猴往外跑 接下来就到黑棋的杀戮时刻了 这个气呢 如果说黑棋想求稳呢 就把这两颗子给拍死 断打 如果说他再跑呢 就把他打得更重 白棋底下打吃牛沾上 这样白棋还是死路一条 后续白棋尖顶呢 就收收关 还是一盘关子棋 实战顾子豪是往左边压 压完之后再压 这个地方 如果说白棋长的话 那黑棋就不是断吃了 这个棋就要拐头吃在这里了 这个明显吃的更大了 如果说白棋这里虎一个 那你也走不掉 被黑棋先吃一下 白棋沾上 还是这手拐头 白棋跑不掉了 左边这堵围墙 刚好把白棋给 灌在里面 底下搬进来的话 黑棋跳一个 也可以把这个边控给撑住 所以说这两手棋 还是比较有气势的 实战白棋是搬在底下 那黑棋只有断打 你这个棋不要贪心 你如果说拐一个 白棋冲进来之后 你要断全杀的话 不靠谱 因为白棋这里虎 底下这个黑棋也得补 上面也得补 中间有个加吃 跳一个的话 这个白棋底下拐头 跳加 黑棋为了冲出去 只有冲完之后断打 再打吃 白棋体掉 你要是这样打 那白棋再一打 你再体的话 白棋先手活掉 一块 再往这个右边走棋 那黑棋底下 右下角还要被白棋反杀 如果说你拍上来的话 其实白棋就算 沾一手也是活棋 如果说他这个打上来 跟你打结 黑棋就更糟糕了 因为白棋结才很好找 比如说冲一个双板针 再提过来 接下来这个白棋 万绝不硬了 黑棋要被这个结 打熟的话 全部崩溃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得打在这儿去补 然后深深续 这个判断又出现了 15 这个时候心智完全乱了 这个时候不要看 这个胜率好像还差不多 一会他40 一会你60的 这个不能这样考虑 黑棋可是从这个 死亡线上爬起来的 他刚才是个位数的胜率 一直爬到这个50几60 这个对于白棋的心灵 是造成非常大的创伤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其实五五开 对于黑棋来说就是优势 接下来呢 白棋应该怎么办 应该赶快补中间大龙 黑棋底下 不管你是怎么补棋也好 白棋就再补一手 把中间活出来 拼关子 那这个棋还真的是比较细 实战呢 深深续是站底下 让黑棋提掉 其实也是在帮黑棋补了一手 这里黑棋提了一个 硅甲非常厚 白棋去破底下的空 那你破底下不假 中间首先把黑棋撞后 黑棋这个时候 最好是往右边夹 这个地方白棋还没有完全活 你得去把这个眼给搞出来 黑棋随便交换两下 把这个边控再一捞 底下损了 右边又回来了 而且中间的这个后保也赚了 那肯定是黑棋满意 不过实战呢 顾子豪是在底下跟着 搬立下去 硬了两手 被白棋走到右边 这个小间 这个黑棋烧亏 而且下一手这个逼住 也是对白棋压力不是很大 这个棋最狠的 可以上面交换一手 直接冲点刺 再点连续点去破眼 白棋虎一个补断 黑棋小间 其实黑棋也是可以在这儿 虚张声势 这样的话呢 白棋大龙不活 眼从哪里来 还是得从右边找 等他往右边这里去坐眼的时候 包括底下这个打兜仙手 他做活的时候 黑棋回过头来 把底下白棋这颗子再一段 这样的话 中间首先黑棋的木树便宜了 底下的这个边控又捞回来了 右边即使给白棋 也是黑棋 这个转换比较便宜 当然这里的判断还是很难的 特别是在时间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始战顾子豪是选择逼住 那被白棋唬到底下 先手不断 黑棋二路跳回 稍嫌委屈 但其实这个 我们从这个进程上来看 感觉黑棋亏了 但是我们不懂顾子豪啊 他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杀意啊 始终没有消减下去 但白棋小间逃跑的时候 黑棋直接来了 挤一个之后啊 坚定 这个时候 AI突然变得非常的温柔 还像一个老黄牛似的 勤勤恳恳的 在这个左下角去这样 搬啊 冲啊 靠啊 收空 白棋打的话 黑棋这样断吃 再把这两颗子闷掉 还是想平稳的收官 只能说这盘棋下到后面 AI跟顾子豪相比的话 还是太年轻 我们来看看顾老师的下法 上边尖顶 跳一个封锁 那直接就要强干了 这个地方不给白棋 任何可以喘息的机会了 那白棋往前冲 那黑棋再长一个 白棋再冲 黑棋搬头 就左下的这个棋型来说 一般不举手 见到白棋都会马上去搬一个 黑棋是连搬也好 还是说什么拖肩也好 那就看黑棋的心情了 实战白棋 担心大龙 选择搬上面 黑棋往中间挤一个 白棋站上 黑棋左边立 白棋脚上肩顶 黑棋搬 接下来可以说 这个深圳绪已经被吓破了胆 按道理来讲 这个脚 你要是死掉的话 中间大龙活棋 那肯定目数也不够 所以说黑棋搬的话 白棋应该秒拍上去 把这个给虎掉 打吃的话再沾 如果这样下 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个白棋大龙生存的几率有多高 首先黑棋要把右边掩破了 冲一个 还是这一手熟悉的点刺 白棋虎一个不断 黑棋小尖联络 瞄着你的断点 白棋沾 黑棋再次 然后把二路这个白棋的眼也给破坏掉 小尖 你中间沾上他 上边联络 确实 白棋从中间一直蔓延到右边 现在看不到一只眼 然后左边这个地方 白棋虎一虎 似乎有机会作演 这个搞不清 还有底下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以后白棋冲完之后 好像也不太行 当然像这种夹之类的 到底有没有棋就搞不清了 只能说白棋生存的几率不大 但是还是不能说完全没有希望 毕竟AI在这个地方 给出白棋虎家来的胜率 差不多还有将近40 30级 那就是这个龙啊 黑棋要想杀还得费一番波折 不是这么容易的 实战呢 深圳旭开始这个 已经这个 有点错乱了 夹在这 这个棋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说黑棋就这样 明目张胆的去杀脚 打一个 那白棋冲 团住 你黑棋体掉 再补一手 把脚给吃光 白棋右边沾 这样黑棋托白棋可以这样搬去断开 黑棋底下这样联络的话 白棋打吃 黑棋只能坐结 度过 白棋体结 但其实就算走成一个打结的话 黑棋也完全不虚 因为白棋没什么结材 黑棋通盘都挺厚的 然后黑棋的本身结还不少 像右边这里的断 你打吃 他这个反打 对吧 这个白棋粘的话呢 以后再打还是先手 还是结材 然后其他地方 比如说底下的这种斑啊之类的 也有结材 本身结不少 所以说打这个结的话呢 黑棋也不虚 基本上打结过就形同于 直接度过了 实战 黑棋粘在这儿 就是下的更狠 我们来看黑棋粘什么意思 白棋斑黑棋断 然后白棋冲一个黑棋度过 接下来 深圳续这个 不要说是深攻智能了 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智能了 然后这个时候 白棋应该怎么去分段呢 应该是飞在这儿 黑棋如果说 断打的话呢 白棋就断一个 冲的话挡住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气井靠不断 这样呢 是可以把这个黑棋给断开了 然后黑棋右边 二路拖 但是白棋还是不行 因为你这个地方少了一手沾啊 你少了一手沾 这个地方 刚才搬下来 是可以这样去杀黑棋的 因为你这个旁边可以 就是他先打 外边连的话 你也可以这个拐一个做活 这边少一手沾 你现在搬下来的话 黑棋可以这样打 你外边不可能被双打吃啊 要不然通掉了 沾的话 黑棋这样打 二路打拔是个先手 这样先手一只眼 底下再小尖一个 可以做出来第二只眼 所以说即使白棋下出来 这个一路飞 分段也没什么用 实战白棋是尖顶 那黑棋这一打 沾上黑棋在一起 这样的下法呢 比刚才更加的完美 刚才是个结 现在变成一个 白棋沾黑棋度过 变成打二还一度过了 连结都不用打 所以说顾子豪是越战越勇啊 反而看深圳旭是节节败退 接下来白棋沾 黑棋冲 白棋挡住 黑棋断打 这个是最后的一个白棋的挣扎了 这个地方你坐活脚的也可以啊 比如说挡住黑棋断打 打二还一提掉 里边沾就活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 让黑棋中间先动手 基本上白棋也就只能等死 左边这个地方 想坐出来两只眼不太可能了 实战白棋是小尖 黑棋还是断打 走到这儿白棋就认输了 因为继续走下去 你这样打二还一 中间如果让你先补呢 你是可以活的 但脚上得死啊 黑棋要杀脚的话是一路打 你要是这样二路打拔呢 白棋坐眼 这样你挤进去的话 白棋立你还得扑起眼 变成一个打击杀 这个桥杀的话就打在这儿 这样白棋倒虎 黑棋挤一个 他立下去 黑棋再一靠 这个就净杀了 反正走到最后 继续走下去 白棋不是死角 就是死大龙 不管死哪一块 白棋都承受不了了 那这盘棋看的真是太爽了 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 当然从布局看过来的 这个一路看过来的棋友 肯定是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 这个开局 右上这个直接被吃通掉 接龙 确实让人感觉已经挺绝望的了 但是接下来 深圳续从右下第88手 这一手脚上的这个鱼形顶 开始就已经变掉了 后来中间大龙也是迟迟不肯苦活 往外跑 跑的话 黑棋也是利用这个左下角的一通搜刮 让白棋也是胆怯 白棋最终做出了这个非常疯狂的一个举动 要把黑棋底下大龙搞断 但是前提是先死个脚 后面这个内容基本上白棋就没法看了 这个各种这个胡下了 好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冠冠 属于我们中国的 骨子豪 也恭喜骨子豪获得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个世界冠军 这盘 这次的这个翻棋比赛可以说是意义重大 在这个深圳虚啊 这两年逐渐被神化之后啊 各种什么神功智能啊 对吧 小神啊 这个 就感觉已经有点不可战胜的这个样子了 都感觉有点这个弹声色变的这种意味了 但是可以说前面啊 我们的很多棋手也是 首先打破了陈真旭不可战胜的这个神话 像李玄豪啊 杨领星啊 对吧 在最近的这个比赛上面都战胜了小神 但是在恢复这个面棋以来 可以说 孤子豪这次真的是立了大功 面棋 翻棋 战胜小神 意义重大 好 那也是感谢孤子豪给我们带来了 这两场非常精彩的胜利啊 都是把这个神正旭杀的是措手不及 感谢孤子豪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